流量歌声 柏六舞者随着节奏起舞 以这场献给礼秀的舞蹈 来欢迎总统特使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 更邀请主委一起跳舞同欢 以槟囊翘为盘 香蕉叶铺底 芋头主食 搭配木薯的甜点跟海鲜 是柏六当地的特殊风味餐 饮食文化与台湾原住民相当雷同 而柏六知名景点男人会馆 屋顶上的图腾意涵 以及限定男人意识的传统 也是南岛羽族的特色之一 各个头目来决定部落里面的文化 还有一些比较有争议的问题 在这里来解决 台湾跟柏六确实有很多 非常相似的文化 他们保存也相当好 这个也可以作为 我们台湾文化的产业的保存 我们也值得来接近 不管是男人会馆或是传统战舰 都跟台湾原民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 也证明台博之间的南岛羽族 有相当深厚的渊源 主委领军参访团成员 跳上战船模拟出草 凯旋归来的画面相当逗趣 台湾也有原住民族 有类似战船 他们那个独木舟 不叫独木舟叫拼板舟 不过都充分展现那种海洋文化 从台湾这样子往下 到南太平洋 这种几千公里的那种地方 这实在是不得不佩服 那种祖先的那种智慧 跟那种勇气跟毅力 虽说不同种族 台博仍有文化上的些许差异 原民会希望借由两国紧密交流 能将这些传统文化 继续传承下去 民主人陈平心邓山田 连在帛琉的采访报道